这个红毛单呢也是任务清单里面的 因为也是被大家点了的 本来今天呢就不想再吃东西了 但这个皮肤有点糟不住了 到明天就不行了 所以呢就再加餐一个 然后我最近也想了一下 为什么我就最近买的水果也比较多 吃的也比较多 然后皮肤也比较多呢 我觉得是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考虑了很久 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给的清单里面的太多了 然后每天呢 我就不知道选哪一个来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呢路边的这些皮肤也太多了 以至于我不知道每天要选哪一个作为皮肤 对我来说 这个选择困难症实在是太困难了 那解决选择困难症的方法呢 那比如说好几个东西 不知道买哪一个 那我的方法呢就是都买 对所以呢 对于一个选择困难症来说我 对当然我不能怪这些 所以说那我也就顺其自然 这样子 不然的话每天一种的话 就是好多会没有机会展示给大家 对但是 每天好几种对我来说 又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剪辑 然后我的日程安排就改变了 好像都没有时间去瑜伽课了 对就这样 所以就顺其自然一段时间 等这个我的这个选项被清空的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就OK 可能一天一种或者是喝汁啊什么的 好啦 废话太多了开动 今天买的这个是两块钱一斤的 但是有时候傍晚的时候有卖一块钱一斤的 这也太便宜了吧 这是跟老家的那些水果一样的价钱 本地水果 鲜档 还很好吃了 这边水果太多了 买也买不过来 吃也吃不过来 我的烦恼就是 只有一张嘴一个肚子 吃不过来 太好吃了 这些东西便宜 但是国内的那些水果像桃子呀 米红桃呀等等 那些水果就特别特别贵 米红桃我们是论个卖 一个的话几块钱 太好吃了 这个味道呢 如果硬要说跟什么接近呢 跟那个水蜜桃有一点接近 但比那个还好吃很多 外面刮风了 我的风铃沙沙作响 很多人不敢吃水果 我觉得很可笑 这是大自然长出来的果实 但大家畏首畏为 草木皆兵的样子 真的 你跳出来想想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仙丹一样 我觉得就是神仙食物 现在我能感觉到 血液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有一股比较强的热量 从脊柱往上冲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的糖的关系 红毛蛋就吃完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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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